圣上能够即位十分不易,正应该保重身体,谨慎小心,以不负祖宗之托。 陈皇后对即位不久的朱仔继如此劝说道。 这是1567年,豫王朱仔继经过多年忍耐,终于成功即位,使为名目宗。 登上高位,又突然失去父亲家境的监管和约束,朱仔继得已彻底放飞自我。 他马上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休无止的声色娱乐之中。 看到朱仔继这样不知道爱惜自己,陈皇后十分担心,于是就如此劝道。 没想到,名目宗根本听不进陈皇后的话。 反倒十分恼怒,他当即回答道,按照祖宗之法,你不可以干预政事,我的事不用你管。 然后,名目宗就以陈皇后无子多病为由,让他搬到别的宫殿居住,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声色犬马之中。 大家好,欢迎关注一顶说,点关注,不迷路。